1944年,盟军已向轴心国发动了全面进攻 法西斯政权已经进入了覆灭的倒计时 可就在各地捷报频传的时候 唯有中国战场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大溃败 面对已是强弩之末的日军 国民政府却在玉香桂战役中惨败 不仅丢失了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还让日军将中国西南切成两半 其败状之惨烈 甚至连美国都开始怀疑中国是否具备独立抗战的能力 但在这场耻辱的玉香桂战役中 却有一人拼死奋战 死守衡阳47日 险些让来犯日军全军覆没 这人究竟是谁呢 方先爵 黄浦三起 在军中服役多年 先后参加北伐战争和蒋桂战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 方先爵被任命为预备第十师师长 先后率部参加了松户会战 武汉会战和三次长沙会战 可以说是国军中九经沙场的汉将 方先爵不仅战场经验丰富 在国军队伍中更是出了名的不怕死 第三次长沙会战时 方先爵接到了第九战区司令薛岳的电话 薛岳问他 阵地能守几天 方先爵回答 能守一个星期 当被问到如何守时 方先爵断然地说 一线守两天 二线守三天 三线守两天 挂下电话后 方先爵当即命人准备好笔墨写下遗嘱 之后转交给副官张广宽 张广宽看后 当即决定将之公之于众 并于第二天在长沙日报 以方师长誓死守土 雨立遗嘱为头版大标题 将遗嘱全文刊登 运华勿期 此次我军固守长沙 任务重大 长沙的存亡 关系抗战全局的成败 我决心以身殉国 赦若战死 你和五子的生活 政府自有照顾 遗嘱一出 举国震惊 全国军民在感慨 方师长汉不畏死 为国尽忠之余 更是踊跃备战 士气大战 借着方先爵的这一号召 全国军民众志成城 歼敌五万 一起打出了长沙大劫 至此之后 方先爵在国民党军队中 就成了标杆一样的人物 代表着中国军人的血性和勇气 1944年 日本的海空军在太平洋战场上 几乎被消灭殆尽 为了夺回战争主动权 日军大本营决定 从中国寻找突破口 这个突破口 就是打通华北到东南亚的 大东亚交通线 从而让日军的各部分贯通起来 并联系被切断海上交通的南亚日军 以保护日本本土和东海海上交通安全 想要打通这个交通线 日军就必须攻克长沙 横阳 桂林 日本陆军第十一军统帅 横山勇带着十二万日军 在用重兵砸穿削月精心构筑的天炉战法后 立即挺进长沙 将长沙纳入日军的控制下 随后 日军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个战略要地 横阳 此时 横阳周边的中国军队 均已被日军击溃消灭 镇守横阳的方先军和1.7万守军 已然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状态 如此危机之下 蒋介石亲自给方先军打电话 要求方先军务必坚守两个星期 尽量消耗敌人 方先军当即表示 第十军将不惜任何牺牲 一直战斗到死而后已 惨烈的横阳保卫战打响了 在最初的三天 日军先是扫荡了横阳外围的阵地 并摧毁了湘江机场 随后 派部队迂回到横阳以南 切断守军后撤的道路 紧接着 日军便对横阳发动了总攻 但让日军指挥官横山勇感到惊奇的是 中国军队的抵抗 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无论他进攻多么猛烈 中国守军始终不曾后退一步 日军先是集结优势兵力 正面进攻城南第十军的阵地 第十军的官兵遂迎头痛击 双方在阵地上展开了惨绝人寰的拉锯战 进张家山高地一处 双方便反复一手二十多次 阵地上留下了上千具尸体 在第十军激烈的抵抗下 日军被迫暂停进攻 经过一星期的修正 日军于7月11日卷土重来 这次 日军改变了战术 没有立即发起正面强攻 而是先向横阳发射大量的燃烧弹和毒气弹 在毒气弹的作用下 数以百计的中国守军口吐白目 倒在了阵地上 宛若人间地狱 用毒气消磨守军后 日军再次发动了进攻 但是第十军的官兵依然寸步不让 日军损失惨重 依然没有取得任何战果 此后的几天里 日军故技重施 继续发起总攻 但除了留下无数尸体外 依然一无所获 恒阳能坚守到这个时候 不仅出乎日军的意料 更完全超出了蒋介石的预期 这次欲相贵战役 先是河南溃败 后又长沙失陷 形势本已万分危机 但没想到 方先觉固守的恒阳 却成为了战役的转折点 死死拖住了日军 如果此时能抓住战机 扩大战果 定能一雪前耻 对于蒋介石来说 这个机会绝不能放过 因为就在长沙失陷后不久 罗斯福就提议 让史迪威取代蒋介石 担任盟军远东总司令 蒋介石因此痛心疾首地说 外国人已经不把我们军队 当作一个军队 不把我们军人当作一个军人 这种精神上的耻辱 较之于日口占我们的国土 还要难受 为了挽回自己的地位 蒋介石遂命令附近的国军 火速池圆衡养 争取与方先爵里应外合 全歼日军 此时 方先爵已经坚守了39天 在日军疯狂的进攻下 第十军逐渐面临 补给匮乏 弹尽粮绝的危险 他们只能寄托于援军的到来 但是 前来增援的国民党军队 却因为保存实力的缘故 运动迟缓 迟迟不来增援 给了日军极大的喘息机会 最后 方先爵垮了 如果有能力抵抗 却随便放下武器投降 这肯定是应该批判的 但第十军在衡阳血战47天 拼到弹尽粮绝 仅剩一两千人 还能拿起枪 剩下能喘口气的 全是伤病 这种情况下 投降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无可厚非 本应该只坚守14天的衡阳 他却足足坚守了47天 看着周围漫山遍野的尸体 他不愿意再让自己的士兵 白白送死 他们已经流了太多的血 最终 在外无援军 弹尽粮绝的情况下 守城最高指挥官 国民党第十军军长 方先爵等一批高级将领 最后以保全伤兵的条件 向日军投降 衡阳保卫战结束 在这场战役中 第十军一万七千人 共伤亡一万五千余人 其中阵亡约七千六百人 而日军方面 共十二万人 伤亡约四万八千人 其中阵亡约一万人 1944年 蒋中正电令全国部队 于8月20日 在各防区内 向衡阳阵亡守军致敬 由于衡阳保卫战的战绩 方先爵所率第十军 各师师长 军货班青天白日勋章 之后 《大公报社论》是这样说的 拿衡阳做榜样 每一个大城市都打47天 一个个地硬打 一处处地死拼 请问日寇的命运 还有几个47天 1883年至1885年 清法之战 清政府不败而败 和法国签订了 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当时所谓中国藩属国的越南 也被法国宣誓了主权 二战初起 法国战败 日本乘机占领印度支那地区 但是保留了 法国在越南的主权 二战到了后期 日军战败之时越发明显 法国复国 日本察觉到 法军想在印度支那 改旗换制的小心思 于是废除了 法国的殖民统治 日本宣布投降后 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 主要战胜国之一 到北印度支那 受降和接收 但法国急于恢复 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 威胁要用武力将中国军队 赶出北印度支那 便在1946年3月6日 派遣舰队 闯入越北的海防港 但随后的一场战役 却令法国人彻底惊呆了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时 盟军统帅部规定 北纬16度县以北的印度支那 由中国受降和接收 北纬16度以南 则向英国投降 承担入越受降和接收任务的 是以滇军为主的中国第一方面军 但蒋介石派滇军去越南 其实也有另一个目的 调虎离山 以剪除龙云的云南地方势力 所以在滇军进入越南后 蒋介石就发动了昆明事变 而后派在越南的滇军60军和93军去东北 让东北53军入越 接替越北防务 中国军队入越受降 不仅内部矛盾重重 还面临不利的国际环境 北纬16度以南 虽然在名义上给了英国 但英国并没有足够的实力接手南越 于是找到了自己的老伙伴 法国 此时法国也急于重返越南 想重新恢复他们的殖民统治 所以立刻派兵过来了 这次接管了南越后 法军的野心再也藏不住了 他们想要的 一直都是一个完整的越南 这样一来 在北越的中国军队 就成了法军的眼中钉 肉中刺 在英美两国的支持下 法国开始向蒋介石施压 1946年2月28日 国民政府和法国签订了中法协定 法国提前交还广州湾租借地 承担中国军队入越军费 对中国在越南的地位和华侨待遇 给予保证 以及中国无偿收回滇越铁路 云南端等 而中国将印之北部的军事行政权 移交给法国 约定中国军队最晚于 3月31日撤离越南 由法军全权接管越南防务 这一决定 完全是把越南拱手让给了法国 不仅出卖了越南的利益 也引起了在越的中国军队的不满 虽然双方签订了协议 但并没有规定法军在海防登陆的时间 法军可等不到31日 他们想要提前登陆 在3月9日之前进军河内 洗血去年被日军缴械得耻辱 然而这时候 53军并没有撤军 3月5日一大早 法国临时代表阿福申 拿着一张法文报纸 气势汹汹地来到了53军 103师的驻军基地 阿福申一脸傲慢 态度十分恶劣 直言让103师退出海防港 法军要在3月6日登陆 法国之所以会这样自信 也是因为 法国舰队早已整装待发 虎视眈眈 十几艘军舰 两万多人已经从越南出发 6号凌晨 足以抵达海防港 除此之外 也因为他对中国军队的印象 还停留在清政府时期 当年冯子才率兵出征 击退法军 然而最后的结果 却是法国逼迫清政府 签订不平等条约 此战不败而败 但此时的中国 早已不是当年的中国 经历了抗日战争的中国军队 绝对不会轻易言败 3月5日中午 阿福申再次前来 执意要求中国军队 立刻撤离 如果中国军队不撤 法军将会强行登陆 以武力解决 面对法国人的武力要求 王李桓毫不退让 坚持表示我军 并没有接到撤退命令 如果法军一意孤行 一切后果由法军承担 阿福申走后 王李桓立即召集 师部高级军官开会 他们一致认为 法军一定会强行登陆 不过他们圈称的两万多人 十几艘军舰估计也是在虚张声势 经过分析后 王李桓决定就以现有的130师的兵力阻止法军登陆 于是130师立即进行战备部署 中法海防之战开始了 不出所料 3月6日凌晨2点 338团一营营长前来报告 发现海军的军舰正向港口驶来 守军发射了十几枚信号弹 但对方并不理睬 继续向前行驶 王李桓接到信息后 立即向全师下令进入战斗状态 按先前计划行驶 3月6日8时过后 法国舰队进入港口 一舰在先 二舰紧随 六舰在后跟进 还有数艘军舰在港口外行进中 中国军队对空鸣枪制止 法方先行开炮 击中码头的弹药库 顿时火起 爆炸声惊天动地 周围房屋都被震坏 接着 法国军舰两次试图强行登陆 都被中国守卫部队击退 六式军1840和暂编21师的两个山炮营 也参加了战斗 用密集的炮火轰击法舰 但尚未给法舰以致命打击 法军舰队又分三个梯队冲进港内 中国部队调集三十余门火箭炮于掩体内 带法舰进入码头附近 集中火力 予以猛击 法国军舰的远程大炮不利于进展 而中国部队的轻重武器 却充分发挥了威力 结果先头三艘法舰被击中燃烧 爆炸声如雷 一艘军舰沉没 两艘辅伤 其余军舰见势不利 旋起白旗狼狈逃去 法国军舰重弹起火后 中国军队仍以轻重机枪向舰上射击 大批法军被打死 打伤 烧死 淹死 法军舰队的指挥官阿巴努 看着眼前的惨烈景象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激战到时时三十分 中方停止射击 这场战斗 中国军人仅用了2.5小时 就打趴了法国舰队 用伤亡三十人的代价 换敌方三千 随后 阿巴努又寻求美国的帮助 在一位美国中校的陪同下 阿巴努来到130师进行谈判 但阿巴努拒不接受 我国提出的条件 王李桓怒火中烧 直接摆明自己的态度 今天的中国 已不是西时的中国 你如果决定不签字 就只有再打 没有谈判的余地 阿巴努见王李桓如此强硬 只好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中法海战 虽然不是一场大规模的战斗 也没有持续很长时间 但对于中国来说 却是最好的精神鼓励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